这个人叫做云飞扬 他身怀武当高深武功 可却不知是何人传授 蒙面师父告诫他 未经允许 不许在其他人面前展露武学功力 除非他能够做到独步江湖的境界 所以云飞扬平日里的身份 只是武当山中一个小小的杂工 由于他无父无母 绅士沉迷 性格懦弱 又不敢展露武功 所以其他弟子只把他当成废物 经常的辱骂他是杂种 云飞扬不仅承担了山中所有的脏活泪活 甚至在其他弟子练功的时候 还要他充当活靶子来练飞镖 这一天 云飞扬被飞镖射中遍体鳞伤 自尊心受到了侮辱 云飞扬开始向大家发泄不满 结果却遭到了师兄弟们的群殴 躺在地上的云飞扬 谨记蒙面师父的话 宁可受辱 也绝不敢斩露身手 看到师兄弟们欺人太甚 小师妹忍无可忍 出面救下云飞扬 并且带着他去找执法堂的两位师叔评理 可是这两位师叔生性势力懒惰 实为两个庸人 哪里会为一个下等杂公主之公道 不仅狗眼看人低 不分青红皂白 就给云飞扬定了罪 还当着所有师兄弟的面 把云飞扬狠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并罚他每天为山上挑水50桶 还要挑满整整一个月 云飞扬哑巴吃黄莲有口说不出 只能无奈认命 接受惩罚 就在此时 无敌门的弟子公孙红 手持冰刃 大摇大摆地踏入了武当山 众弟子见他来者不善 而且武当祖师张三丰 曾经有明文条例 无论任何人 都不许携带兵器上山 所以将他团团围住 要求他放下兵刃 但他本就是来找茬的 自然不会遵从 于是一场激战一触即发 公孙红武功高强 武当众弟子全都不是他的对手 就连小师妹都差点伤在他的剑下 公孙红一路杀到武当大殿外 假仁假义地 要见武当掌门轻松 表示自己受师父所托 要送武当掌门一件礼物 随后抛出一个小盒子 打开后 里面竟是一个红肚兜 公孙红告诉清松 武当与无敌门十年之战 日期已经临近 他的师父独孤无敌 怕武当不敢应战 特意送来这份礼物 如果清松真的不敢参加本次比武 可以现在就解散武当派 专着这件红肚兜 离开武当山 倘若如此 便可饶他一命 清松听后单手一甩 将盒子丢还给公孙红 并告诉他 自己一定会赴十年之约 公孙红听后轻蔑一笑 随即转身准备离开武当大殿 而此时 武当掌门突然发力 腾空跃起 飞到公孙红面前 还没等他反应 就一把夺走了他的兵器 然后又跃回了掌门宝座上 公孙红被这次缴械吓得不轻 轻松告诉他 武当规矩 千百年来无人敢不遵守 今日缴械只是小惩大戒 让他速速离去 不要再生事端 公孙红走后 掌门独自找到了自己的师兄 想排解心中愁苦 因为江湖中的最高决战 每十年开启一次 二十年前他曾败给过独孤无敌 十年前也败给过独孤无敌 所以这一次轻松 也是真的没有获胜的把握 师兄听后宽慰轻松 说他的两仪剑法 现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只要独孤无敌的灭绝 魔功练到了第七重以下 武当就能够取胜 并且劝戒师弟 不要心存顾虑 高手之间的对决 若是未战先妾 则必败无疑 随后轻松祭半夜祖师 骑上马准备前去迎战 而走到武当山脚下时 偶遇正在挑水的云飞扬 云飞严也表达了对掌门的祝福 掌门看着他默默无语 其实影片在这里已经表达了 掌门对云飞扬的特别情感 武当掌门和独孤无敌 十年之约定在了九月初九 轻松剑术高超 一柄长剑上下翻飞 但是居然伤不到独孤无敌分毫 见对手如此强大 轻松不得不使出了两仪剑法 随着一道道凛离的寒光 独孤无敌知道轻松的两仪剑法 已是出神入化 也不敢再大意 拿出了自己的龙头杖与之对敌 两柄神兵在击斗之中反复碰撞 渐渐的独孤无敌在兵器的比拼之中 落了下风 轻松越战越勇 常见越武越快 突然跃在空中 一剑斩断了独孤无敌的龙头杖 见自己的兵器被斩断 独孤无敌只得使出灭绝魔宫 只一掌就把轻松打成重伤 这时轻松才知道 原来他的灭绝魔宫早已练到了第八重 独孤无敌以重伤武当掌门获胜 但阴邪的无敌们虽不算名门正派 却也遵守着江湖道义 独孤无敌允许轻松回山养伤 并告诉轻松两年之后 自己会亲自将武当派剿灭 轻松战败 负伤离开 回到客栈后 却突然遭遇不明人士袭击 武当掌门认为是无敌们出尔反尔 明理一套 暗理一套 虽然身受重伤 但也只能勉强迎敌 幸好期间得到年轻人富裕书的帮助 才勉强躲过一劫 轻松见到富裕书为了救自己 母经级家人全部被杀害 便决定将他带回武当 收为清传弟子 另一边 云飞扬由于对小师妹的爱母 偷偷往小师妹的香囊里塞情书 再次被众师兄弟们嘲笑和侮辱 在师叔的训斥之下 小师妹也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 原来他对云飞扬只有可怜之情 毫无爱意 受挫的云飞扬想把香囊还给小师妹 也遭到了师妹无情的拒绝 终于云飞扬忍无可忍 独自找上武当掌门 质问掌门为什么唯独不教自己武功 可掌门却对他毫不理睬 只是一味的打击他 说他一个下人有什么资格过问自己的决定 云飞扬气氛不已 但他哪里知道 其实自己就是武当掌门的私生子 而那个每次夜里偷偷教他武功的蒙面师傅 正是青松本人 数日之后 公孙宏再度来到武当山 这次上山只为了说清一件事 就是那天比武之后 围杀武当掌门的事情 根本就不是无敌门所为 而且经过他们的调查 傅玉叔的母亲和妹妹 都是从青楼随便买出来的女子 公孙宏表示 无敌门虽不是名门正派 但绝不允许被人泼脏水 所以这次来 就是要找掌门的清传弟子 傅玉叔问个清楚 但此时的武当 认为公孙宏所说的都是狡辩托词 所以一句也不愿多听 立即组建了北斗七星剑阵 将公孙宏团团围住 公孙宏用力说不通 心中十分懊恼 摆开架势就准备与武当众人 拼个鱼死网破 云飞扬在一旁 看出这其中是有蹊跷 于是遮掩了面容 冲入剑阵之中 破了北斗七星阵 将公孙宏救走 公孙宏这样一闹 傅玉叔知道自己的身份即将暴露 于是只好提前对武当掌门下手 原来这傅玉叔的爷爷 就是逍遥谷的主任 也是武当派的子对头 他此次设计这个局 就是为了偷学武当武功 想报仇 云飞扬赶到之时 武当掌门已经遇刺 轻松握住云飞扬的手 告诉他自己就是他师父的事 随后拿出了一块玉佩 让他去无敌门 交给一个叫神曼玉的人 说罢便昏死过去 当云飞扬正抱着掌门尸体 发懵的时候 傅玉叔率领着众人赶到现场 然后将刺撒掌门的事情 嫁祸给了云飞扬 武当众弟子被傅玉叔煽动 准备将他就地正法 此时的云飞扬走投无路 被逼无奈 只好暴露了自己的身手 逃出了武当山 逃亡中的云飞扬被武当弟子 一路追杀 途中刚好碰上公孙红的师妹 师妹念起云飞扬对他有救命之恩 立刻以无敌门的身份 邀请云飞扬到无敌门避难 云飞扬想到自己 刚好需要去无敌门找沈曼玉 于是便接受了邀请 到了无敌门之后 云飞扬按掌门之托 将玉佩交给了沈曼玉 不料此时 独孤无敌刚好出现 看到玉佩之后 反手一巴掌甩到了沈曼玉脸上 原来当年独孤无敌 为了练就灭绝魔宫 早已丧失男性能力 无法生育 而这些年只顾四处征战的他 对沈曼玉十分的冷落 沈曼玉对此愤愤不平心有不甘 于是为了报复独孤无敌 将二十年前重伤的武当掌门救下 并暗自料理 两人也渐渐的日久生情 而云飞扬 也就是武当掌门和沈曼玉的私生子 独孤无敌说完 就要把云飞扬置于死地 曾经轻松给他戴了绿帽子 如今负债子偿 倒也公平 但这个独孤无敌说归说 心中却有着自己的规则 即便心中再怨恨 可云飞扬毕竟是小辈 前辈欺负小辈本来已是不光彩 现在却要置于死地 实在是不应该 于是独孤无敌手下留情 只是费了他二十年的武功修为 放了云飞扬一条活路 沈曼玉赶紧将云飞扬带去医治 并将独孤无敌的魔功 从他身上逼除 云飞扬刚刚清醒 武当的小师妹就赶了过来 原来轻松死后 不育书如今已经做到了武当掌门 他设计欺骗老师伯 从那里得到了天残功的武学秘笈 但长时间的修炼一直不得要领 于是仪器之下将秘笈扔入火堆 秘笈被火烧掉后 反而献出了藏于其中的弥宗剑法 因祸得福的他 如今已经练就弥宗十三世剑法 此乃武当绝学 剑法高深莫测 他立即把老师婆杀害 并将武当派改成了逍遥派 说到这里 沈曼玉不慌不忙的 也掏出了一本武当绝学秘笈 名字叫做天残变 这是武当掌门当年偷偷留给他的手抄版本 沈曼玉对此信物碍如珍宝 并且这些年对这本秘笈浅心砖研 终于发现了此神功失传的重要原因 原来想要练成天残变神功 必须将自己的全身武功废除 既要有武当功底 又不能有武当功夫 并且天残神功由于是一门智英的武功 所以在男性修炼期间 必须有多个女人不断地向他传输自身英气 盖世绝学才能练成 半身的武学修为 一招废除已经是男上加男 三名传输英气的女子更是难以寻找 所以这么多年无人能够练成 但是此时的云飞扬刚好被废了武功 又有生母的支持 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战警 于是就在沈曼玉的带领之下 开始修炼天残秘籍 在修炼过程中 云飞扬的武功日益精进 渐渐的身上竟渐渐开始出现一根根残丝 这些残丝一点点的将它包围 直到最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残茧 直到云飞扬破茧而出 仿佛重获新生 满头的黑发已变成了花白 一身功力也可以称霸武林 就这样 重振武当的重振 落在了云飞扬的肩上 凭借着盖世绝学 云飞扬回到了武当山 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逍遥派的小喽啰们竞数剿灭 影片到此也迎来了终极对决 一面是清传弟子夫玉书的迷宗剑法 一面是武当杂役云飞扬的天三神功 两个当世高手决战一触即发 一阵长法 傅玉书剑讨不到便宜 随即使出了弥宗剑法 这弥宗剑果然威猛 就连天三神功护体的云飞扬 也在无数道剑光之下被击伤 可剑法虽然精妙 但在绝学天三变面前 还是不值一提 最终傅玉书被云飞扬困到了残剑之中 让其剑法无法施展 而云飞扬的内力长法已登峰造极 在残剑之中将傅玉书击杀 逍遥派从此祭命 武当也得以重生 而此时的云飞扬虽身怀绝世武功 却无心称霸武力 于是选择退隐江湖 临走之前 他将香囊还给了小师妹 一个人四海为家 浪迹天涯 影片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三十年前的经典香港武侠动作片 上映于1983年9月 是由鲁军古导演 徐绍强 万子良等一众隐心主演 江湖中所谓的邪派能遵守道义 而那些所谓的正派坚守自道 下流无耻 背信弃义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正派